路加福音 这是关于耶稣生平最早的记载之一 事实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一本书 路加福音是全书的第一部分 从《使徒行传》的一些细节和早期流传的记载 会看到这两卷书的作者都是路加 路加是使徒保罗宣教旅行的伙伴和同工 此外他还是一位医生 路加在开篇写了一段引言 告诉我们他写这卷书的方法与目的 路加承认当时已经有不少关于耶稣生平的可靠记载 但他仍想尽量收集早期教会里的目击见证 以便按着次序来描述在我们中间成就了的事 成就这个词汇总了路加记录这些事件的原因 对他来说 耶稣的故事不只是一段历史 他想让人看到耶稣的故事实现了神和以色列自古以来立的约 也揭示了神和整个世界所立的约 路加福音的结构非常清晰 开始有一段长篇介绍 从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出生讲起 在第三到九章 路加描述了耶稣的工作和他在家乡加利利地区的使命 之后福音书中间的大部分内容讲的都是耶稣去耶路撒冷途中发生的事 他们逐步将故事推向了高潮 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周 耶稣受死复活 随后使徒行传就开始了 在这一集里 我们重点来了解路加福音前半部分的内容 书卷开始 路加讲述了施洗约翰和耶稣出生时的故事 大约发生在同一段时间 一对上了年纪的老夫妇 祭司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 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子玛利亚和他的未婚夫约瑟 他们都从神那里领受到不可思议的应许 就是他们都将生一个儿子 施洗约翰和耶稣先后出生 应验了这两个应许 他们的父母都唱诗赞美这件事 赞美诗中的词句呼应了旧约诗篇和先知书的记载 显明这两个孩子将要实现神在古时候的应许 但这些诗句的内容也预言了他们承担的角色 约翰是摩西五经和先知书中所应许的先知性使者 他要预备以色列百姓与神相遇 而耶稣则是神对大卫王所应许的弥赛亚君王 他要把以色列带进神的国度 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 就像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 之后玛利亚带小耶稣到耶路撒冷圣殿 归神为圣 圣殿里有两位老先知亚拿和西面 他们看到婴孩耶稣认出了他的身份 西面唱了一首由以赛亚书启发的诗歌称颂神 他说这孩子是神给以色列的救恩 他将成为万国的光 这让读者充满期待 序言结束 我们进入路加福音前半部分的主要内容 耶稣和他的使命 路加从施洗约翰开始 在约旦河边 约翰呼召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悔改 立志 通过接受洗礼 预备自己的心 等候神国的到来 随后耶稣作为这新以色列的王出场了 天父的声音与圣灵的降临一同认定 耶稣就是神的爱子 路加记录了耶稣的家谱 追溯到大魏 又到亚伯拉罕 一直追溯到创世纪中的亚当 路加借着家谱宣告 耶稣是以色列的弥赛亚君王 他将为人带来神的赐福 这赐福不但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 以色列人 更要赐给亚当所有的后裔 全人类 接着 路加巧妙的穿插了耶稣 回到家乡拿萨勒的故事 在那里 耶稣开始公开宣讲神国的道 在犹太会堂的一次聚会中 耶稣站起来宣读以色亚书的经文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受压制的得自由 四卷福音书都把耶稣看作是 带来神国好消息的弥赛亚君王 路加福音则特别提到耶稣的使命 对社会的影响 耶稣带来了自由 希腊文中自由 Aphesis的意思是释放 指的是记载在《立位纪》二十五章里 古代犹太人洗年的习俗 在这一年 所有的以色列奴隶都被释放 人们所欠的债被一笔勾销 卖地还债的家庭收回自己的土地 这些都象征性的再现了 神的释放公义和怜悯 耶稣说 他释放的好消息是给贫穷的人的 在旧约中 贫穷的人 希伯来文是阿尼 不仅指没有钱的人 也指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 比如残疾人 女人 儿童和老人 还可能包括那些被社会所排斥的人 比如其他种族 或是因为做错事 不被宗教圈子所接纳的人 耶稣说 神的国对这些人来说 尤其是一个好消息 路加随后记录了一长串故事 来展示耶稣如何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其中包括医治一位卧床不起的女人 一个患皮肤病的男人和一个贪子 在此之上 耶稣还欢迎税吏 立位加入自己的圈子 立位虽然经济上不缺乏 但在社会中是被排斥的 耶稣还赦免了一个妓女 路加展示了耶稣的国如何恢复和扭转人们整个的生活环境 耶稣让更多的人获得邀请 来见证神国医治的能力 当耶稣的施工吸引了一大批跟随者的时候 他做了一些引起争议的事 他挑选了十二个门徒 对应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领袖 并把那些跟随他的人组成新的以色列 接着耶稣开始教导一个具颠覆性的国度宣言 就是登山宝训 他说 神对边缘群体和对穷人的爱 表明了神的国要改变我们所有的价值体系 耶稣来就是要召聚一群不一样的子民 这些人要用慷慨的付出 服侍穷人来回应耶稣的邀请 做领袖的要借着服侍和在生活中追求和平与宽慰来领导他人 这群人无比敬虔 但他们拒绝宗教化的假冒伪善 耶稣宣扬的天国观念很激进 他宣告自己拥有神的权柄 这些都激起了他人的反对和争议 尤其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 耶稣帮助那些有瑕疵的人 这严重的威胁了宗教领袖宣扬的传统 和他们眼中的社会稳定性 所以他们开始指控耶稣亵渎神 说他是个酒鬼 喜欢跟罪人混在一起等等 这一段的内容讲述了耶稣对门徒先启示的使命 故事进入了高潮 耶稣宣告自己是弥赛亚君王 他将在耶路撒冷受难 以此重建以色列国 他要像以色列书53章所预言的那样 以仆人的样式为以色列的罪受死 成为受难的君王 随后这个惊人的观念继续在下一个故事中发酵 耶稣带三个门徒上了一座山 他忽然在他们面前变相 门徒被神同在的云彩所包围 神在其中宣布说 这是我拣选的爱子 在那里还有摩西和伊利亚 他们都在山上见过神 亲耳听到神说话 路加说他们和耶稣交谈 谈的是耶稣去世的事情 就是他要在耶路撒冷完成的事情 希腊文去世一词Exodus 指的就是出埃及事件 路加在这里把耶稣描绘成了一位新的摩西 他将带领新组建的以色列百姓进入自由的国度 把人们从自我 心灵和社会各种罪恶的挟制中解救出来 随后我们将进入路加福音下半部分的内容 这就是路加福音前半部分的经意 记者过来 你 你 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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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